三藩市愿景办公室发出警告 说有人冒充愿景向民众作出电话诈骗 文章浩报道 三藩市愿景办公室表示 骗徒会打电话给民众 威胁要作出拘捕 理由包括事主无理会联邦拘捕令或传票 无处理好告票 无出席陪审团或未交缴罚单等等 骗徒甚至会说出真正警员或沙展的名字 骗徒指如果当事人不想被拘捕的话 就要以电汇或礼品卡的方式 支付大约5000到15000元 当局甚至指有骗徒要求受害人在市府附近 亲自见面和交出现金 之前我们平均每个星期 都有一到两个电话 是查询说究竟是否我们办公室 致电这些当事人是索取金钱的 但从上个星期开始 就提升至大概每个星期 有四到五个电话打进来 而且他们也声称骗徒 是会用一个内电显示为三藩市院的电话号码 也有骗徒可以偽造我们办公室前台的电话号码 打给他们的 但骗徒在留言的时候 就要他们当事人去自电另外一个电话 然后进行行变 当局就表示 一名的女子成为了骗局的受害者 愿景办公室就重申 不会通过电话收取任何类型的费用 暂时来说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 但是据我们的初步调查 其实应该是不单止一个人的 因为他们可以偽造到三藩市院的电话 可以偽造到其他执法部门的电话 而且在短时间内对不固定的人群 好处就是他不是针对艾蕊 也不是针对老人家 但坏处就是他基本上好像 是很煞的去对任何人进行一个诈骗 当局就指 如果市民接到类似的电话 或者有相关的讯息 可以致电415 554 7225 或者撥打911 26台记者 宏俊豪报道 我们下集中也集中的自作者 感谢남 请不吝点悉 我没有赴多 不 ideally